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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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们现在操作和使用的都是VM 但是操作一直都是在打VM 习惯的这个问题是很可怕的 我已经习惯了VM 让我去打一个VM 我就会想半天可能才能搞出 那这种情况下 为了照顾我自己 我可以定义一个别名 它的格式是这样的 Alias 空格 VI 等于VM 这样的话 当我回车 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Alias 查询一下 我呢 当我以后敲VI的时候 就相当于敲入了VM 那这样的话 看 我VM某一个系统配置文件 比如说他做的文件 大家就会发现 虽然是用VI 虽然敲的是VI 但是进入之后 是有颜色的 也就是说 我实际上执行的是VM 这就是别名的作用 那 它的定义别名的格式是 定义别名的格式是Alias 别名等于原定位 等于你需要调用的命令是什么 然后呢 用Alias可以查看别名 比如说Alias直接回车 系统默认有这样一些命令 比如说 还记得吗 当我们删除一个文件的时候 他会问我 真的要删吗 除非我加-F 强制 要不然他每次都会问 但是啊 IM命令其实本身是不会问的 之所以问 是因为当我们执行IM的时候 实际上执行的是M-I这个选项 -I其实就是询问 那当然MV 复制也都有这个功能 复制和这个剪切的问题是什么 当我碰到这个复制或者剪切的时候 碰到这个复制的对方目录有同别的文件 他会问你是否覆盖 哎 就是这么做 那为什么LS LL就是LS呢 -L呢 其实就是看 LL就是LS-L 同时有颜色支持 刚刚开了等于Auto的意思就是说 目录显示蓝色 实际文件显示绿色 然后呢 压缩包和这个阿片包显示红色 那LS为什么能支持颜色呢 因为自己进入别面支持颜色 这就是系统默认一些别面 我完全可以按照我的需求来定义我自己的别面 那别面最大的好处就是 让你的服务器按照你的习惯来进行命令的这种命令和使用 哎 这就是他最大的好处 不过使用别面的时候 需要大家注意命令的执行顺序 哪一个命令优先级更高呢 如果我是使用绝对路径或者相对路径来执行的命令 这个命令且定不会去执行其他的命令 一定执行的就是命令本身 如果是用并下的LS去执行LS命令 他执行的就是LS命令本身 而不会执行LS控格杠杠卡拉等于Auto 这是第一顺位 第二顺位呢 只要不是用绝对路径或者用相对路径来执行 只要只是打命令 那么第二顺位优先级是别面 那也就是说 别面的优先级高于 历史辈士的内部命令 也高于我们的按照PAS环境变量找到了外部命令 什么是PAS环境变量 其实我们后面来讲 这里简单解释一下 我们的Linux当中 所有的可执行程序 都其实是用绝对路径来进行执行 但是我们的这个LS或者说系统命令 之所以可以不打绝对路径 是因为在Linux当中有这样一个环境变量 我们可以大概看一下这个环境变量的内容 这个方式我们用echo的方式去打印它的内容 注意 要想调用变量的值 需要在变量名之前加到了 它会列出这样一个 你冒号分割的这样一个路径不路径 当我去敲某一条命令 它会按照PAS环境的定义 在这些路径当中去找有没有一个叫LS的命令 哎 假设找到这儿 找到了 那这个命令就会执行 那它如果没找到 我打了一串乱码 没有找到 把所有路径都找完 没有找到 就会报错 命令没有发行 这就是PAS环境 是PAS这个环境的量的所有 其实我们说 归根结比 在Linux当中 所有的命令 可执机文件 要想运行 都应该是用绝对路径来执行 那之所以命令可以不用绝对路径 是因为系统用PAS环境的量做了一个简化操作 那也就是说 大家可以理解的是 第一顺位的是用路径来执行的命令 第二顺位就是 别命 它高于内部命令 高于我们PAS环境的这样定义了这个外部命令 内部命令 事尔的内部命令指的是 由事尔本身自带 他没有执行文件 是事尔自己的功能 所以找不到他的执行文件在哪 我们前面是不是讲过 要想知道Wires 他的执行文件放在哪 是不是用 要想知道LS放在哪 是用Wires去查 就可以看到 但是有一些内部命令 有一些命令 比如说CD 他是找不着执行文件的 只看到了CD两个帮助文打 原因 这个命令 是事尔 也是背识 自带的命令 所以他根本就没有 这种执行文件 好了 执行顺序 别名高于内部命令 高于外部命令 那也就是说 当我一旦定义了一个别名 当我以后定义完别名之后 再去执行Wires 以后执行的都是Wires 因为VI的别名的优先级 高于VI这个命令本身的命令 所以原先的原始VI命令 就不会在那之前 这个时候给大家提个醒 如果大家定义自己的命令 除非你像超哥一样确定 你确实是需要覆盖原始命令本身 否则你的别名不应该跟现有命令没有出名 比如说我自己定义个别名 定义LS等于 Less LS等于什么Service Network Vista 哎 大家觉得LS比Service Network Vista简单 所以以后敲LS 就相当于Service Network 但是这样会有什么问题 它就会覆盖本身的LS 那这样的话 那以后Less就不能进行 所以大家小心 除非你确定需要覆盖系统命令 否则你自己定义的别名不应该跟命令名相处别 要不然原始命令就会不能执行 哎 这是别名的注意事项 别人注意事项 好了 命令是执行顺序 接下来我们说 我们通过这样的方式 用命令行的方式定义的别名 哎 用命令行的方式 定义的别名 它只会临时生效 一旦重启系统 这个别名就会消失 那我们确实想让它永久生效 怎么办 我们一直在说 在临时当中 要想永久生效 归根结底是写入相应的 那要是想让root用户 永久的可以执行vr等于vm 修改的就是root加目下的.dashr dashr 那要是Uz1 同样的 修改的就是home 游子1下的dashr 那么打开这个文件看看 打开这个文件看看 vm 其实我当前就在如此下 所以我直接打开dashr 大家可以发现 系统呢 默认别名之所以会永久生效 也是因为它定义在了这个配置文件当中 那如果我想要让它永久生效 我就可以干嘛 vm 当中预约 代行号 vm 好了 这样的话 不管是临时还是永久 我们呢 vm 等这个别名就会生效 那 要想永久生效呢 要写入这个环境面料相应的环境面料 这个文件 好 这就是让它永久生效的办法 知道了这个 如果我想要删除别名 非常简单 on alias 后面加别名名就可以了 这个非常简单 好了 那别名我们就说到这里 那 第二个内容 我们介绍一下linst当中一些常用的快捷键 其实啊 linst的快捷键啊 都是用ctrl后面加字母 注意啊 这里为了大家看得清楚 用的是大写字 其实不需要按shift 只是ctrl加字母就可以 比如说c 代表强制中止 强制中止 就是ctrl直线c ctrlL呢 代表亲屏 看我们一直在亲屏ctrlL就会亲屏 那 这些快捷键非常多 超哥标蓝的这些 是一些常用的快捷键 这几个快捷键需要大家熟练记忆 那第一个就是ctrlC 强制中止 第二个是亲屏 这个我们已经多次见到了 那我们来说一下ctrlU快捷键 来看 我打命令 那长串命令打得非常长 突然到最后 我发现命令敲错了 我不想执行这张命令 这个时候是不是按推格键一个一个去删 很麻烦 那我可以用快捷键CtrlU 直接把它 把这个光标左侧的所有字符都删掉 它的作用就是什么 删除或者减切光标之前的所有命令 敲了一个很长命令 用推格键删很痛苦 按CtrlU 这个可以大大的有效的加速我们的这种 Linux的管理的这种效应 超哥不断的见到有人在服务器上 敲错了一行命令 非常长 一个一个去删 哇塞看到我的高级 借着这个键CtrlU就可以了 那这里说它既是删除也是减切 那也就是说 如果你不粘就是删除 如果你粘贴就是剪切 那怎么粘呢 Ctrl外 哎 刚刚CtrlU 剪切了一部分 Ctrl外下 又会把它粘回来 再CtrlU 又会删除 哎 这两个命令 支持来回切换啊 一个是剪切 另外一个是粘贴 还可以执行CtrlR 按了CtrlR之后 它会在历史命令当中搜索你执行的命令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看看 在探战当中有这么多命令 那当我按Ctrl加R 它就会出现搜索界面 这个时候看我去打SERVICE 它就会列出啊 有这么多的SERVICE的这个命令 比如说我再打空格HTTP 它就会掉了 然后呢 直接回车 就会执行你搜索到的命令 当然是因为Apaq没有装 所以圈箱命令没有正确执行 但是CtrlR确实可以实现命令的搜索 那再会有一个CtrlD 就代表退出能路 相当于LogBuff 退出能路 那快捷键呢 非常多 最常用的就是超哥 所列出来的这种标栏的这几个 这几个六个快捷键 大家需要熟练的 经常性的使用 有人可能会说 CtrlZ不是也是常用快捷键吗 它代表暂停 各位 暂停这个内容 我们放到系统管理章节当中 这个详细点 但是小心 如果你所有的命令都是用CtrlZ暂停的 这个命令并没有正确中止 如果在这种暂停命令太多了 在你的内存当中 就会有极大的资源用来保存这些暂停命令的信息 这个命令是没有真正退出执行区别的 那这种情况下会让你的系统越来越慢 所以CtrlZ快捷键 大家需要小心 不能没事干 经常 经常 好了 这是我们讲的长领快捷键 那这节课呢 我们介绍了两个内容 第一个是命令别名 如果想要命令 马上生效 别名直接就可以在命令行当中 敲入Less 空格 别名等于命令 如果想让它永久生效 就可以用修改 这个用户加盟下的 点BS BASHRC这个文件 把别名列列写进去 这样就可以永久生效 接下来呢 我们讲了一些 明示当中的常见快捷键 哎 常见的这些快捷键 只要记住超科说的 标栏的就六 那是比较常用的 就可以了 好了 我们这节课的内容 就直接了 下节课就见 如果你想和我交流Linux 学习的问题 可以登陆兄弟联官方论坛 你就可以找到我 如果你有任何疑问 如果你想获取Linux 更多学习资料 请关注 西说Linux 微信公用账号 你就可以找到我